不过昨天上山赏雪的人都很开心 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还有计划要上山的话 现在要看到雪的几率比较小一点点了 但如果上山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动作 还有如果要订旅馆的话呢 因为这边游客大增了住房率也大增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提早订才有机会 和欢山降下今年瑞雪 游客早已经迫不及待上山欣赏美景 但是大家似乎忘记这里是3000公尺的高山 只穿着博外套甚至七分裤就在山上爬爬灶 冷得直打哆嗦 会冷吗 会啊 好冷不要入去 所以你一直要喝咖啡 好冷都戴手套 没有再多戴衣服了 没有这是最多的了 OK OK 不过你旁边的狗狗好像不太冷 他不冷 他连寒流都可以去游泳 拜和欢山下雪之四 林武局松雪楼的旅馆房间已经被抢定一空 而山下的清静地区 旅馆的订房率也都突破了五成 都因为和欢山下雪的关系 所以订房率都比较高是不是 对 上山赏雪如果再加上泡汤 那真是令人心旷神疑的享受 因为我们这边的温泉水是天然的碳酸清纳的温泉水 具有这个滋润皮肤 然后保养皮肤的一个效果 在这里要提醒您 上山赏雪除了要做好保暖 车辆行驶在雪地也要加挂雪链 出发之前最好先查询气象和交通资讯 以免没看到雪又遇上塞车 拜信而归 再次 谢谢观看